早上9点22分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台湾是讲求新闻自由的国家 也因此吸引了各国新闻工作者 来到台湾切磋交流 全球20多个国家女记者以及女作家 就齐聚台中市针对全球媒体的现状 进行工作心得进行交流 小朋友驾驶十足的表演传统技艺 舞龙舞师 让台下各国的与会者看得哲哲称奇 成立已经40多年的世界女记者作家协会 今年前往台中举办年会 来自20多个国家 80多位女记者以及女作家 齐聚一堂分享工作心得 我自己也因为身为记者国 我也算担任过作家 更能够体会到担任记者 担任作家 对历史对文化对社会对国家 重要的影响 担任过记者的副总统吴敦毅有感而发 而副联会主委 顾言卓云也是妙语如珠 大力赞扬女性文化工作者的表现 另外包括斯洛伐克前总理也专程来台担任嘉宾对于全球媒体现状提出精辟见解 中立新闻台综合报道